本节目由大家的三连及关注联合赞助播出 哦 私故乡 中秋还是要加班 不止各位股东 今夕有无三连 哎 大家好 欢迎在中秋佳节收看 电竞新快报 我是你们即便放假也坚守岗位的 批划代诗人 李皇 那作为一位顾家的成熟男人 中秋当然要和大家一起过啦 其实是我爸妈又抛弃我回家乡了 哎 节日大餐都吃好了吗 吃好了就对啦 看新快报能帮助消化 还能顺便嗨比一下 什么 还没吃吗 哎 小了吗 这不是 我也没吃 待会给你揉两手哦 今年的SRTI开赛较晚 加上比起去年的双节同庆 今年会稍微显得不那么热闹 不会没关系 气氛不够 仪式感来臭 小月饼 小田螺 小水果继续整起来 况且我们一样能在这里 天涯共此时嘛 赤逢中秋佳节 各位丽临寒舍 可谓高棚满座 实属彭壁生辉 那不如 十口心思 思君思国 思设计 八目共赏 赏花赏月 赏电竞 说人话就是 现在看庭跟中段时间 发生什么好玩的新闻吧 请 先来关心下SI 那这次还是在冰岛酒办大家要知道咯 在官方公布地点后没几天 LCSI区的夜碟吸酒瓶早早飞去冰岛了 阿P甚至已经泡上了温泉 公费旅游的意图非常明显 而且这旅行团至少还是一个月起步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LPL LCK及其他赛区的队伍 眼看日期临近都不为所动 好像很悠然的样子 这是因为冰岛入境政策在年终以改为 只要接种了符合规格的疫苗 并提供相关证明 就可以免除隔离直接入境 而LPL队伍预计要26日前后分别出发 但大洋中赛区Peace战队的阿P选手就没那么幸运了 由于疫情的缘故大使馆关闭 导致他无法在悉尼办理签证 今年阿P成为澳洲第一上单 也帮助Peace战队获得联赛冠军并打进世界赛 却因为签证问题 失去了随对增赞S的机会 阿P圆圆明摇建金广东人 13岁时随家人来到澳洲 初衷游戏天赋让他加入了一支次级联赛队伍 所以参加过一些比赛 也回国视讯过 最后还是回到澳洲打职业联赛去了 重点是 他还是解说与同的水友兼防管 屡历如此奇妙的选手缺席世界赛 真的非常可惜 同样被疫情gank的还有T1战队 他们在17日发布通知 表示公司有一位员工在当日确诊新冠 好在经过检测后 公司包括所有选手 及教练组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我可不想看到第一战队 在被LPL队伍击败前 先被疫情干怕下 他们最好给我 修上帝 说起世界赛的对手 2021全球总决赛 入围赛小组赛的抽签仪式 将于9月22日晚8点举行 而比人 有幸获得了官方批准的 在B站直播抽签仪式的资格 届时将与各位在线上 共同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那各位股东 有兴趣的话 到时来我直播间 边看抽签仪式 边吹水啦 然后来看看隔壁 Ti这边就显得坎坷多啦 由于IG的欧里和老干爹的NTS 因签证问题迟迟未归对 有传言流出两人 疑似被马来限制出境 恐将无法前往罗马尼亚成家本届TI 部分网友不分是非 以而传而 对俱乐部 选手 马方协会全企而公知 其实事实真的非常简单 就这两个月 马来的防疫政策收紧了而已 加上这两个月 正好是体育和电竞赛事的热门月份 生前人多啦 工作效率低啦 那搬下来自然就慢了嘛 老干爹其实很早了解这情况 只是他们没有说 后来怕被喷了 就又跟不敢说出口了 不过最后结果还是好的 在诸多协会 部门及老电竞人的帮助下 两位职业选手都 顺利的越狱成功 前往罗马尼亚与战队会合 希望欧里和NTS 不要辜负大家的努力啦 经理法国球最好的实力 努力成为 会把荣誉带回来给马来人 简称荣誉马来人 至此 五支TI10的参赛队伍 集结完毕 全员抵达罗马尼亚 那就预祝他们 马到成功 再遇归来 同时 现场门票将于 东欧下令时的 9月22日的 中午12点的 正式发售 有钱有闲有条件 又想去了导游 切记留意官网的票务信息了 当然了 这段时间也并非完全零赛事 除了联盟进行猛推的 现场门手游LPL赛道职业资格赛 虽然这个游戏因为一些 不可抗恋的因素 突然间就寄了 还有一个名为 ECEA 东亚电竞锦标赛神秘赛事 稍微轰干我这颗 潮湿的心 东亚电竞锦标赛 由韩国文化观光体育部主办 由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韩国电竞技协会 日本电竞技联合会联合承办 赛事证明度不高 含金量也一般 但夺冠队伍 能获得升国旗 奏国歌的金牌体验卡 使命感意识感都非常到位 本届东亚锦标赛 总共持续三天 经营项目包括 正式项目英雄联盟 绝地求生 黄世战争 实况足球 以及表演项目 地下城与勇士 英雄联盟项目以小龙堡 三级等L雕 职业选手为代表出征 绝地求生项目则分别由 4AM Pero等若干支队伍的成员 组成国家队 锦标赛采用了 20V20的团体对抗赛形式 那赛制相对新颖啊 三天的激烈角逐 中国选手的表现可圈可点 其中 黄世战争项目以3比0的成绩 获得了冠军 实况足球项目在最后一局 三度落后的情况下 绝地翻盘 以总成绩2比1 击败日本代表队 而作为表演项目的 地下城与勇士 中国队则3比0 临风韩国队全面完胜 可惜的是 绝地求生项目最终没能吃鸡 屈居亚军 一群人员项目也惨遭滑铁卢 在决战韩国队时 拿下比05手机后 反手连送三场 一汉落败 最终 中国队以总积分最高 获得团体冠军 中国队牛皮 我是想不到两大热门项目 都记得中国队意愿还能夺冠 真是一个有趣的比赛 20VS20的刺激 也满足了我队红异军团 这一正式比赛中的一切美好幻想 非常带感 而这个比赛神奇之处 更在于它的场景布置 我不知道 L和刺激的势力 和解说台的配色有多少关系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观众 被解说台的自体劝退 我只知道加两条布袋 再加两个花圈 就是标准的灵堂配置 透过这样的解说台 我仿佛看到了 泛东亚电子竞技光明的未来 作为国际性赛事 范围太小 项目太少 赛程太短 设计太牢 都是他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不过这只是第一届 第二届将于明年由中国主办 接着希望能实验线下比赛 并尽量更多项目参与其中 真的不要再有过于硬件的设计了 实在不太顶得住 前职业选手艾瑟嘉怡 与近日微博放出聊天记录 表示曾经出现几万元 给另一位前职业选手纳美 多年来一直催促畏果之余 纳美还完全不为所动 且未对事件发表回应 使出毕生所学 边借口的老赖我见多了 不鸟人 还不拉黑人的老赖 我还是第一次见 年轻观众可能不太熟悉这两位 艾瑟嘉怡是前QJ6B的AD选手 生压末期来加入了尾神4AM 推移之后去读研究生 纳美曾效力EDG 参加过多届LPL决赛 并曾经力压UJI 成为拳头官方公认的世界第一ADC 最后被碗牛面结束了职业生涯 前面对老赖 即便是高学历 有休养的研究生 也难掩心中的愤怒 能还钱不 几年了 B哥给个信 我受不了你了 能还下钱不 能还下钱不 能还下钱吗 能还下钱吗 但他多年来逐渐暴躁的留言 就是他直接把 你们还钱 说出口了 说了艾瑟 他对其他职业选手一样顾忌重施 甚至有吹带平台跑 就要直播间吹载 很好奇 他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对不对 炒粉 赌博 先高利贷借款 利滚利3000变6匹 然后直播业务能力低 赚不到什么钱 然后向朋友借钱 拆东墙补习墙 恶性循环 看了这位 所谓的世界第一AD 和另外两位世界第一AD对比现状 我没在开玩笑 他不是混得惨不惨的问题 他真的是那种 很少见的那种 靠救救战接济 都不足以形容窘迫的职业选手 我有一些远房亲戚 在瓦坎达从事催修行业 他们对游戏玩家直接选手的追款 非常有益手 低阶的方法是 在对方补兵时 为他加油打气 进阶的方法是 在对方胜利时 为他欢呼呐喊 终极大招式 无论对方爱做什么 都为他悉心教导 What's God damn thing 研究报告现实 长期成名网友的孩子 其大闹结构将个朋友 阿兹海默中 老人大闹结构想想 我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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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上可以为艾舍提供一些灵感 个人认为 朋友今天借贷一般分为三种情况 要么 与朋友的关系非常铁 借出去就不指望对方还 要么 朋友确实经历过天灾人祸 缺乏偿还能力 可以体谅 再要么 为了与对方还能维持关系 无论谁来 死活就是不见 就这么简单 只要想清楚 你就不痛苦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都是无法撼动的天理 你借钱不还 得到的甜头 是不假 但也一定会在某些地方 失去了点什么 就像纳美的身败名列 都是命啊 都是暴力 在借出和带入前 切记三思而行 希望大家都不会有选择 当爷或当孙子的时候 对了 记得帮艾舍劝一下纳美哦 快讯时间 黑客帝国是巨阵重启 一月初放出终极预告片 女导演 Lana Wachowski 回归指导 男女主角 回归扮演 男女主角 众多知名影星联合出演 但饰演员反派 史密斯探员的 Hugo Vivian 将缺席电影 影片将于12月22日 北美院线公映 和流媒体同步放送 哦 好像很劲爆样子 那不要停 一二说出爷庆回啊 九九年三夜电影说这是你的青春 那今年四十又几个四十 怕是很难瞒得住了 续集的剧情也不难猜测 绝对是主角吃下药完后 发现自己变成了强敌营手 全程仅凭一支铅笔 为自己死去了狗狗复仇的故事 Harry Potter魔法觉醒 至上线后霸占手游唱小榜 整整一周 把风头一时无量 却被援助党指着游戏 存在多处不尊重游戏情节的玩法设计 这他们就不懂了 一边被吐槽 一边被捧上榜首的游戏 才是完全没喜闻乐见的作品嘛 这种情况不喜以为常常对吗 而且吐槽人明显是对国情不太了解 CN的麻瓜 同样会在11岁时 收到来自霍格沃兹的入学通知书 只是那只喵头鹰 至少 必须要飞行七年 才能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大家的好不容易 才能当上正统魔法师 语言作有出入 那就当想不远遇咯 哈摩的爆红 证明哈粉的技术确实大 网易也确实把游戏可玩性做到了极致 IP基于游戏始终只是噱头 而且场上的目标 更多只是被IP骗来的客金玩家 所以一年期 学会阿瓦达索命就算什么 那直接分去阿兹卡班 就对CN的麻瓜最大仁慈好吧 哦 拳头游戏 全部即将上线全新客户端 集合英雄联盟 福恩之地传说 瓦罗兰特等所有拳头游戏自于其中 无需动手安装 即可更新游戏 还能随时获取任何拳头相关的新闻 更新和信息 官方表示 玩家的桌面只需一个拳头客户端 便已足够 上线后的具体效果 可参考暴雪全家统战网 不知新闻和国内玩家没什么关系 腾讯有VGame的缘故 所以拳头客户端并不会被引进 也好的啊 毕竟我也很难想象先打开VGame 再打开拳头客户端 最后从客户端开启心爱的游戏时 会有怎样的心路立场 王总要决联赛 现已完成全面地域化冠名 最后落地的俱乐部是VG 落地的城市为厦门 VG电竞技王总要分布 也正式更名为厦门VG 至此 16支KPL战队均已确定各自的主场城市 内容看似轻描淡写 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就 暂时恭喜KPL啊 实现全面地域化 其实一直以来 也是LPL想要推进的企划 但由于资金 政策 疫情等因素被搁浅多次 地域化也意味着 主场的支出和出行成本将成指数级上涨 比较票先完成地域化 到底是好是坏 那俱乐部自身是否自负盈亏呢 那不妨先让KPL 先去啃一下这只螃蟹 9月8日 亚洲奥林品和理事会 正式公布了 2022杭州亚运会的8个电竞项目 按公布顺序分别为 王者荣耀 DOTA2 孟三国二 FIFA 如实传说 英雄联盟 和平精英 以及街霸舞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我知道 大家都会项目有着不同的意义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 权益置换 亚运会项目由亚奥理事会 和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 共同确认选择 而早在2018年 腾讯电竞就与AESF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假如腾讯游戏的项目不多 那才值得怀疑 二 常商授权 为什么有手游刺激 没有断游刺激呢 不难动 为什么没有星际魔兽 守望先锋呢 能爆血啊 至于为什么会有孟三国二呢 这 我就真的看不懂了 而且大受震撼 有了解内幕的朋友 不妨在评论区 传到授业以下 话说 今天是中秋佳节 月光分外明亮 即便夜里独自走在漆黑的路上 也从未感到心慌 而当我抬头仰望明月 难免泛起一丝惆怅 回顾当下 回忆过往 回想起今年对我们大多数而言 更多是冰冷 荒凉 且乌云密布的晚上 金鸾殿里传下的易子文书 足以遮天避月 拉闸山窗 城墙角落吹来的一股阴风 接壤草木皆兵 人心惶惶 第四间 无奈 愤懑 迷茫 在夜里无限回想 感觉就像当年舒适被流放 去到严冬里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还不能上抗 不过好在 年轻的我们 依然足够顽强 即便不见五指 还能仰仗点点星光 纵使斗转心仪 也还剩心中那缕不灭的灰芒 路很遥远 夜很漫长 但只要无畏黑暗 心存希望 相信我们 一定会找到冲出午夜 前往破晓的方向 哎呀 终于理解为什么古人家借尽 抒情 借尸输意了 请叫我电竞借戴散文家 好不好 开玩笑啊 最后愿各位游戏和电竞存在者 游戏玩家 观众朋友们 内心风盈 充满希望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记得吃月饼哦 还有吃中子哦 还有吃优子哦 如果你觉得节目做得还不错 希望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新的朋友可以点不关注哦 谢谢大家 最喜欢电竞玩 最秀的赛事吐槽 这里是电竞新货报我们 下期再见 平时做节目 是我自己一个人熬夜 下个月看SI 就变成全世界一起熬夜了 众所周知 熬夜会让皮肤水分流失 皱纹加深 肤色暗沉 总之 就让人看起来相当显老 那面对即将到来一个半月 观赛马拉松 该怎么办呢 哎 不用担心 今天为股东们带来好物大宝贝 蓝细熬夜水大罗丁 光听名字感觉很猛对不对 实际上 它内在更猛 蓝细熬夜水 富含地材液提取物 机态 烟线胺等成分 能有效控油 舒缓肌肤 深层补水 提亮肤色 淡化细纹 抗衰老功效非常显著哦 这时肯定会有人说 哎 这不就是精华水吗 哎 严格来说 是黑科技精华水才对 一般的护肤步骤 都是爽肤水 眼霜 精华 乳液 面霜 麻烦的不得了 而大罗丁 专门为男生特别调配 一瓶蓝细熬夜水 等于爽肤水 再精华液 加保湿乳 从步骤到时间 护肤有了质的飞跃 对于男生来说 简直不能更完美啊 而且 质地清爽不黏黏的同时 还是高级木质香调 非常有品味 另外 它是人气动画剧集 玲珑的特别联名款哦 玲珑的死忠粉 必不能错过 除了熬夜加烦后的 长效保湿 缓解干燥 为肌肤充电 平时出门醒敷 日常面容护理 都非常合适 我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效果相当不错 视频下方 就有小黄哥特别购买链接 所以现在就要开始了 兄弟们 冲